至少有60%的朋友都会有一个小小愿望 猫狗双拳但是很多铲使官都会有一个顾虑纠结猫狗能在一块妈 那么首先你考量一下狗子够优秀吗 优秀不优秀要看一下几点追过猫的狗子会本能的将猫当作猎物或玩具 对许多狗来说没有比追逐一只小猫更有趣的是了它们速度快毛茸茸的实际上 如果猫不跑狗反而不会觉得它那么有趣 但由于猫的本能是逃避狗所以让狗觉得是一种很棒的游戏 但对猫来说就是一场噩梦历史上被当作猎犬来培养的犬种 对猫咪会有更强烈的狩猎欲望如藏狗 马犬 秋田 松狮等它们不仅对猫对小型犬也有一定的威胁 性心胸宽广不吃醋 如果家里的狗子是争宠类型的就不适合有伙伴了 家里如果来了猫 鉴于猫敏感胆小的性子主人是必要有更多心思用于照顾猫 如果这时候狗子还要吃醋 家里就该上演真 还传了黏人的小型犬 会更在意主人的宠爱 比如太底 鸡娃娃 雪纳瑞等争风吃醋会醋 使它们对猫进行攻击追逐更会影响它们的内分 逆健康 温顺 友好 又听话 听话是最重要的 如果狗狗不能服从主人的指令 将很难保护家里的猫咪不受到攻击 因为这样的狗子通常都很任性会追逐猫咪 以获得快感并且无法集中注意力 于主人身上在玩耍时会彻底忽略主人的指令 哈是其咎 是最好的例子 当然除了狗子优秀外 猫咪优秀也是很重要的 猫主子够优秀吗 猫咪优秀不优秀要看这 即便对于环境改变敏感 的猫咪是非常不适合有 玩伴的因为这回给它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 容易引起应激 从而引发更多的疾病 而且相处了这样的猫咪对狗子没有耐心 常常会将脾气发在狗子身上 虽然都说狗子心大 但是依然会给狗子留下心理阴影 严重折也会影响健康而温柔美丽的布偶 猫简直是猫咪界的百大小天使比较容易成功的组合有 成年大中型犬 六月灵内幼猫一岁内幼犬 六月灵内幼猫一岁内幼犬 成年猫成年动物往往对 六年动物有更高的容忍 不特别是雌性动物母爱 本能使得它们简直无法抵挡 动物宝宝萌萌的大眼睛 这样的母子组合也更容易成功 当然每个动物个体都是不一样的 只有经过尝试才能知道到底是不是合 而主人一定要做好保护措施 其他预防措施 定时驱虫和免疫 虽然大部分的犬猫传染 并不能相互传染 但是因为狗狗需要经常外溜 这就会从外界带回多种病原体 而且犬系小病毒是可以传染给猫引起猫瘟的 所以无论犬猫都需要定时免疫和驱虫做好这些 你就可以实现猫狗双全的梦想啦 以上就是本期的所有内容 别忘了与好友分享乐活 乐活之心 祝您快乐每一天